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华翔北淘机 我最快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 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苹果13已经发布了 他所对应的二手机行情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带你们去二手机市场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今的二手机行情是怎么样的 来到市场 我们优先帮追广东的老粉丝陈先生去市场拿一个苹果11polo 手上这台呢是一个五手256g的九九成星 目前呢 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 4600左右的预算 相比之前拿货也是跌了300左右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自己也是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个机器 用了小半年多呢 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是想给自己女朋友换一部性能好一点的屏幕小一点的手机 苹果11polo 它是一个5.8寸的屏幕 整体的握起手感呢 会比较小巧一点 但是性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内置a13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啊 后置三项头1200万的像素 并且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3190毫安 来当主力机用个两三 相连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苹果整体机型呢 也是有所跌价 11polo max呢 也是跌了300左右 我们手上这台呢 是帮江苏的粉丝黄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11polo max 这是一个无所256g的 目前市场久久成星的是在一个5100左右的预算 这位粉丝呢 也是经常看我们直播 所以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淘一个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相比苹果12续航拉垮一天要充电两三次 苹果11polo max呢 也是要出色的很多 首先续航方面11polo max 它有3969毫安的续航 正常待机一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内置也是一个a13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非常不错 不用担心 6 5寸的ol 异地屏 整体外观颜值 性能配置都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我们再来帮这位贵桌的粉丝张先生去市场拿一个无所的 Xs max 这位粉丝呢 预算刚好在3000左右 在我们直播间问我们有什么值得入手的机器 所以我们也是给老哥推荐了这款机型 苹果Xs max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它的一个内置是一个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特别强悍 运行高配置游戏也是毫无压力 6 5寸的ol 异地屏显示效果呢 也是非常细腻 屏幕占比也是非常大 机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快 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3174毫安 拿来单主力机 或者游戏机 使用个两三年性能方面 我们也是不用担心 2000左右的预算就能拿苹果11并且是原装无猜无休的机器 你敢相信吗 我们手上这台呢 就是帮这位广东的粉丝 陈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苹果11黑解无所64g的外观橙色95成星 机器呢 也是原装无猜无休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9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a13的处理器 6.1寸的lcd屏 后置双向头 1200万的像素 整体外观 颜值 性能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有3110毫安 拿来单主力机 也不用担心它的一个续航不够用的问题 安卓的机器呢 最近也是有所叠价 现在我们帮这位广东的粉丝 陈先生去市场拿一个华为妹的30polo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5g版本8加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43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没有任何磕碰划痕 麒麟990的处理器 性能也是非常巴士 6.53寸的一个刘海瓶 后置四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续航方面也有4500毫安 同时还是支持鸿蒙系统 双卡双带的一款机型 相比前薰机也有1000多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我们再来帮这位深圳同城的粉丝周先生去市场拿一个华为妹的20polo 这是一个优低版本8加128g的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作为粉丝 之前也是在我们这里拿了一个三星s 使用了几个月感觉体验还不错 所以也是想再入手一个华为的机器 预算在2000左右华为mate20polo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首先它是一个麒麟980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639寸的一个双曲面瓶 整体握取手感也是非常巴士 后置也是有4000万的像素 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同时也是支持双卡双带的一个机器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两三年性能方面呢 也是不用担心预算在1000左右呢 三星的这款机器性下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它是三星s十五具版本8加256g的一个机器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 为什么说它性价比高呢 首先它不仅支持5g网络 而且还是一个256g的大内存 系统呢 运行也是非常顺畅 不会卡顿 并且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7寸的三星两k龙性屏 续航方面也是采用一个大电池容量4500毫安预算在2000左右 就想入手一个支持5g网络 并且是要个256g的大内存 又喜欢曲面屏的机器呢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三星notus 这是一个5g版本12g的运行256g的一个大内存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300左右的预算 内置搭载麒麟855的处理器 6 3寸的一个曲面屏 支持指纹面容识别 同时呢 也是配有一个手写笔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关于配件这块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手上这款手表呢 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手表 华强北版本的gt2polo保身杰终结款 那这款手表它有什么亮点呢 首先它是采用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 屏幕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mline的454×454的高清四瓦膜 显示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也是带一个吸屏场写 功能上面呢 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m p3音乐独立播放的 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的硅胶表带 黑色的皮带 跟一个黑色的钢带 配件也是非常的多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400左右的预算 然后这款手表呢 是一个华强北版本的 s6 华强北版本的苹果s6 它的功能呢 也是非常提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消息 电话 蓝牙 通知 心电图 睡眠监测 运动 心率 血压 血氧 蓝牙音乐 省电模式QQ通知 微信通知 功能呢 也是非常提前 然后它也是一个支持磁吸充电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有 下面这两款耳机呢 是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这款的话是目前市场非常 目前市场推的最火的一个1562m的 二代的 然后可以看到 跟正品一样的外观设计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音质也是非常好 这款的话是在一个100左右的预算 这款呢 是一个1562a的 然后支持降噪改名通透的 基本正品有的功能他都有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它是带有一个降噪的 打游戏的话 用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好了 今天的话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了 如果说喜欢小五的给小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